哈喽大家好,我是班大师,欢迎收看本频道观战,来观战把回忆的病患,哎呦,遇到了老羊,那就是内战了,这套阵容,我觉得女巫不太好打,还好吧,上来抓到玩具伤的话还行,上来抓个病患什么的,都有可能会被,就是 病患自己的狗加祭司的洞什么的,一波大崩掉的,当然要看祭司的位置啊,现在找到玩具伤的话,他击波跳板已经跳了,这边一刀抽,又没抽到,可惜了,直接放狗啊,果断呐,这么果断,狗子咬住,这边祭司打,祭司的位置有点远,这边祭司要拉脱,那这样的话这边原生,哎,哎, 这个想要跳,感觉有点难,不过他不跳,也得迟到了,因为这边没有交互点,让他卡了,呃,一刀带走,好的,很舒服,很舒服,两个跳板也用了, 究竟挂上以后还压倒了台机子,那我感觉老杨这把宝瓶真胜了,输肯定是输不了的,老杨输了呢,对吧,那我必须给他送一波礼物,直接放狗吗,这,哎,不是,他这肯定是点错了吧,这明显是要补信徒的啊, 这你信徒不补啊,这明显是点错了,哇,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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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了一只狗有点亏啊,交了一只狗有点亏,我不信他直接信徒不补,直接放狗去咬这个病患,单信徒怎么打,对不对, 贴导抽,没抽到,没抽到,这边再包一个信徒过来,两个信徒包,包过来以后,贴导,可以,还打了一个二级,嗯,但这只狗,交了嘛,我觉得,呃,他,他本来留这只狗的话,其实蛮多作用的,比如说,挂飞, 嗯,挂飞的话,这边其实挂飞了可能狗的CD也好了,比如说这边防守的过程当中,可以用这个狗去咬住,然后尝试卡一波过半,或者说第二波救人的时候这边,压住以后打一波双倒,就是,这个狗,交的就感觉,嗯,他的迎面降低了5%,差不多啊,一刀,好的,这边继续救下来,嗯,帮忙扛刀比较难了,帮忙扛刀比较难了, 这边追刀的话,哎,哎,哎呦,我去,可以啊,可以,拿原生过来把人挂上,还行吧,还行吧,我们待会儿来看他本体的狗CD有没有好,本体狗CD好的话,他可以本体过去咬住这个傭兵,然后用原生信徒来打,或者寄生也行,因为他这边的寄生CD是好的的,对吧,就这只狗,哎,看,这波就是刚刚本来想讲,但是我觉得他狗的CD应该会好,就是,就是,当你挂飞一个人, 外面有个残血的人,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,对吧,你,哎,这狗,咬,咬住,好的,然后追一刀,直接,直接就可以起一个下一波挂人节奏了,这边的话,因为他有寄生CD,所以说也,不一定需要那个原生职业来开这一刀的,就寄生打刀,消了以后再补上就可以了,挂上以后,外面我们看机子差多少,这机子其实差的蛮多,对吧, 哎,不多,比我想象中好一点,因为这把的话,那个注意力全部在防守过程当中,所以说,没有看到这个机子,他们机子还是快啊,应该是祭司刚才,连了一波动什么的,有祭司去补动啊,这个我当时没有留意到,我当时以为是应该两台遗产,然后加一台新机,结果是三台遗产了, 那这样的话,穷子还有机会啊,还有机会,带老羊的一个迎面其实不小的,他迎面是不小的,这边的话,他派信徒压住,那这台机子,切闪了,那边切闪了,过来一刀,骗了一手,骗到了,关键是什么呢,关键是这边,病患的机子,能不能点开,因为这台机子被压住的话,直接交闪,因为这边机子被压住的话,那边傭兵是要倒地的,倒地以后呢, 这个信徒过去,袁生这里过来,能补吗,袁生来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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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补上了,这个位置补上了,补上以后,有没有闪,好像,五秒钟,两头都顾上了,两头都顾上了,这边的话,先把人挂上,还是需要祭司去救人,还是需要祭司去救人,这边有个地压室,那先挂地压室吧,究竟挂上,然后这边静力手,病患要来救人还不一定好,不要来修机还不一定好修,祭司那边,机子点, 点掉,过来救,直接直接点亮,不救人吗,确实,因为这个信徒有闪现,它只能趁你挂人这波时机,我觉得这波病患选择亮机子的一个选择,还挺,还挺不错的,因为你这边如果说,你,把人挂上, 那他把人挂上了,你再想要去亮这个机子,就不可能了,因为这个原生戏图手里有闪现,你变化在路面就死了,死了以后把你挂上,那边,就算救下来,我有个信徒压着,我打一刀用兵倒地,我打一刀祭司,祭司也倒地,两个人都是半血,我觉得这个机子亮的是真的不错,就,只不过他们的这个局势裂了一点,没办法了,这边有闪现的话,有那个倒地,然后,祭司这边的话,也想尝试,就是,通过一波协同救人吗,没办法啊, 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